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问题 就是离散型的随机变量 那么这个地方分成两块 第一个什么叫离散型 第二个我们经常见到的 离散型有哪样一些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什么叫做离散型的随机变量呢 离散型的随机变量 我们来看它是怎么定义的 离散型就是它的起质是离散的 是有限多个 或者是可列无穷多个 或者是可列无穷多个 所谓离散型的随机变量就是 比如说我们抛一门骰子 观察出现的点数 那么这个点数就是有限多个 一二三四五六数量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 什么叫可列无穷多个呢 前面也说了就是可以像自然数量一个个列出来 比如说你下完课以后到球场去投篮 投到头中为止 总共所进行的投篮次数 那么你可以是上的头中 投篮次数可以是一 可以是二 你也可以是三 投了三次前两个都没有中 而且第三次中了 是不是 你也有可能是一共投了十次 就是前九次都没有头中 而且第十次投中了 你也有可能永远都投不中 那么这个时候你总共所进行的投篮次数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这样一直下去 可以列出来 那么理散型的是一边呢 我们怎么去刻画它呢 我们刻画它的方式是分布力 我们刻画它的方式是分布力 那么分布力呢 有三种 那么一种呢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叫X等于XI的概率 是PI I等于12 这么一直下去 只是用代数形式写的 就X等于XI的概率 是PI I等于12这么一直下去 那么第二种形式呢 我们有的时候喜欢把它列成这样的表格 这是X 这是X 这个地方是概率 那么它起到XI 起到XII 起到XN 起到XN 概率分别是P1 P2 一直到PN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有限多个 那么如果是可力无穷多个呢 那么你可以这么写 那么后面是怎么样 后面就点点点 当然这个接近点 有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啊 如果你是有限多个的话 就没有 那可力无限多个的话 这个地方就有 所以有可能有 有可能没有 我打框会在这儿啊 那么我所列的表格是什么东西呢 表格上是一个矩阵 第三个就是这种 叫X 弯弯 这个弯弯这个符号啊 在高端数学里面是等价不凶小 在现一代数里面呢 是两个矩阵的等价 我们的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那么在概率统计里面呢 就是服从 这是一个固定的符号 X服从 它取X1的概率 是P1 取X2的概率 是P1 取X2的概率 是P1 一定要一个表格的形式 给出来 这三种形式呢 都是可以的 这就是它的分布力 第三个 我们来看一看分布力 有哪样一些性质 我们知道这个概率啊 它有非复性 规范性 可列可加性 是不是啊 那么分布力呢 同样有这样的性质 第一个就是非复 因为这些P1是什么 这些P1是不是都是概率啊 那么概率肯定是大不得零的 第二个 规范性 我们知道样本空间的概率 是不是1 对吧 必然性的概率是1 那么所有的这些 你看啊 这个C7是不是就直起X1 X2 XN 那么它们的概率加起来 P1加P2加Pn呢 所有的Pi 加起来 对爱情仪求和 应该等于几呢 应该等于1 我们要满足是分布力的话 一定是要满足这样两条性质 分别是非复性 规范性 非复性和规范性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理散性 我们怎么样去求概率啊 第四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概率的计算 概率的计算 那么这个概率 我们怎么样去算这个概率呢 它是这样的 这个X啊 落在某一个区间里面的概率 或者说这个X落在某一个 实数集合里面的概率 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就这样做一个求和就行了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理散性的实际变量啊 它起来X1和起来X2 这些事情是粮粮 互相容的是不是 互相容的 那么根据我们的前面这个 公理化的定义当中 我们的可列可夹性 那么这概率怎么算 只要把它哪些落在这个范围里面的点 把它找来 然后把它们概率里面呢 加起来 就可以了 把他们概率加起来 那就这样的啊 那么这些X1在哪里呢 在这个L这个范围里面 我们把它们的概率怎么样呢 把他们的概率加起来就可以了 叫什么 叫找点求概率之合 找点求概率之合 那么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讲义上面的这个例题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例题 2.3 来看这个例题2.3 它说这个随机面量X的分布力啊 是这样的 X起-101 X起-101 概率分别是AB6分之1 X的结底值等于1的概率 和X等于0的概率呢 是一样的 那是一样的 那么叫你求哪个东西呢 叫你求这个常数AB的值 第二个 叫你求随机变量X的分布函数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题目从哪里去入手啊 分布力应该满足非负性 规范性 是不是 所有的加起来 A加B 加六分之一啊 应该等于1 这是第一条 它要满足 规范性 另外呢 它还告诉你 X的结底值等于1的概率 和X等于0的概率呢 是相等的 那么X的结底值等于1 哪些满足X的结底值等于1呢 我们叫找点求概率之和 就是X等于-1 X等于1 X等于-1的概率 是A X等于1的概率 是6分之1 A加6分之1 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X等于0的概率 X等于0的概率 X等于0的概率是几啊 X等于0的概率是几啊 X等于0的概率是B 是不是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很快就得到 这个B是几呢 这个B是1分之1 A A 就是3分之1 所以这样一来啊 这个X它起-1 起0 取1 1 概率分别是1分之1 3分之1 2分之1 6分之1 这就是X的分布率 这就是X的分布率 只取了三个点 只取了三个点 那么取了三个点的概率分别是3分之1 2分之1 6分之1 那么我们的第二问叫你求什么东西呢 第二问叫你求X的分布函数 Fx 这个Fx啊 是怎么规定的呢 它是X小语等于X这个世界的概率 是X小语等于X这个世界的概率 它是这个意思 是X小语等于X这么个世界的概率 它从几何表示什么意思啊 它从几何上表示是 CG变量X落在点X左边的概率 它比较这个意思啊 CG变量X落在点X左边的概率 是这个意思 这个X在哪里刨呢 注意分布函数的定义率是R 这个X应该在负乎穷到众乎穷里面的每一个点 我们都要保证它取到 那么CG变量本身啊 它值在哪里则呢 它值起负1 1 是不是啊 所以 如果这个X比负1要小啊 我们的CG变量就没有比负1小了 是不是啊 那这概率是几啊 这就是不可能的世界了 这概率是0 是不是啊 那如果X落在这个地方 大于负1小于0 它落到这里来了啊 落到这个地方来了 落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我们叫找点球该的之河 CG变量落在别的X要小的 小点X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数据只有一个点是谁呢 只有一个点就是负1 是不是啊 起到负1这个点的概率是几呢 三分之一 然后你再看X如果到这儿来了 X如果是介于 0和1之间呢 那么你这样想 小于它的是不是就两个点 一个负1 一个0 把它们的概率怎么样呢 夹起来 那如果X大于1呢 到这里来了 是不是三个点子就来了 那负1这个点 0这个点 1这个点 把它们三个的概率怎么样 要加起来 就是几了呢 就是1 所以到这一步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题目并没有解完 因为分布函数的定义是哪里呢 分布函数的定义是R 我们要保证每个地方都要去到 那么现在我还有三个点 就是负1 0 1没有加上去 那么同学们看一看 负1往哪里放呢 如果X起负1 大家看X小于等于负1的概率 实际上就是X等于负1的概率 对于我们本题来讲啊 注意 X小于等于负1的概率 实际上就是X等于负1的概率 X等于负1的概率是几 是三分之一是不是 所以啊 我们这个负1应该往哪里放呢 小X等于负1的时候啊 它的值是三分之一是不是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往这里放 同理 0往这里放 1往这里放 我们为什么往这里放 因为分布函数要满足一个性质 就是处处右连去是不是 那么你这样放的话 把那个等号给到左端点的时候 你从负1这个地方看啊 从负1的右侧区负1 它的极限是三分之一 负1这点值是不是也是三分之一 从0的右侧区 0它的极限是三分之二分之一 0点值是不是也是三分之一 好 那么下面丢这个分布函数啊 我们有几点需要说明呢 说明几个问题呢 第一个 请同学们帮我看一看 这个分布函数连续不连续 你看看负1的左边是0 负1的右边是不是三分之一 0的左边是三分之一 0的右边是不是三分之一 加二分之一 这个fx 在负1负1-01处是不连续的 上次间断的 叫什么间断点呢 左边是0 右边是三分之一 叫跳跃间断点 这个fx 在负1-01这三个点处出现了跳跃 跳了多高呢 你回忆一下 我们怎么用分布函数求某一点的概念呢 x等于x0的概念 是等于fx0减去fx0-0 是不是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等于负1的概念怎么求呢 就是负1-01的值减去负1-01的左极限三分之一 那么0的概念多少呢 0这个值三分之一加二分之一是不是 然后减去一个0这个左极限三分之一 正好就是多少 是二分之一 它是跳跃间断点 正好就是在负1-01这个地方出现跳跃 跳多高 跳的高度上就是概念 第二个 第二个 如果你把这个fx图形把它画出来的话 它是一个阶梯函数 它是一个阶梯 那我们来画一画它的图像 是个什么形形 负1-01 x小于负1的时候 x小于负1它是起0的 小于负1是0 负1到0之间是三分之一 对左b右开 负1到0之间是三分之一 这个地方是三分之一 然后0到1之间是三分之一 加二分之一 是6分之五 大于等于1 变成了1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像个楼梯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从0开始 那么在负1-06这样蹦一下 蹦个三分之一 然后平着走 上楼梯在这里又蹦一下 蹦多高呢 又蹦了一个六分之五 减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那么这个二分之一正好就是 随机变量x起到0的概率是这么多 然后蹦到六分之五以后 在这个地方再往上蹦一下 蹦多高呢 蹦到1-六分之五六分之一 而起到1的概率几 起到1的概率 正好就是六分之一 这是它的分布函数 如果我们画图的话 它是一个阶梯的情况 第三个 这个分布函数 这个躯间是左臂右开的 左臂右开 我们要保证它是处处又连续的 每一个区间 左边是闭的 右边是开的 每一个区间 左臂右开 左臂右开 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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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要保证是又连续的话 这个等号 给到谁呢 给到大个等预 你看 这个等号给到大个等预 看到吧 大个等预复1 大不等预复0 大不等预复1 你不能给它小微等预复0 你不能给它小微等预复1 如果你给它小微等预复0的话 0这个地方就变成左连续了 你给它小微等预复1 1这个地方就变成左连续了 要保证右连续 这个等号 给到大于等预复1 这是理散型的随机变量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什么叫做分布理 分布理有哪样的性质 而且它的分布函数 有什么特别的性质 它是个阶梯函数 我们画了它的图像里来 阶梯函数 那么正好在哪些地方出现间断呢 就是在哪些地方 就是在它起到正概率的地方 它的起质点是不是就负1.0.1 对吧 那么从这个分布函数上看 那么你反过来 你要知道这个随机变量在哪里起质 比如说你后期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呢 比如说我现在就把这个分布函数告诉你了 我不告诉你分布一 我就告诉你这个随机变量它的分布函数是这样的 请问你能不能看出来这个随机变量在哪里起质 实际上就是起负1.0.1.0.1 就是分布函数不连续的地方 那么起到负1的概率多少 它减它 那么起到0的概率多少 它减它 起到1的概率多少 它减它 就可以了 这就是跳跃值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我们经常见到的离散心随机变量有哪样一些 我们大概要求是这样几个 0.1分布 二相分布 薄松分布 几何 超几何 我们经常见到的离散心 第一个分布叫 0.1分布 0.1分布 我们有一个记号 叫B1P 它的分布率是这样的 X就去0和1 7到1的概率是P 7到0的概率是1解P 哪些负责0.1分布呢 比如说 我们这个 铐银币 铐银币 你可以认为是 正面是0起到1 还有那个 我们的计算机里面的 电器的开关 第二个就是 二相分布 二相分布 二相分布是这么写的 叫X 负送 BNP BNP 那么二相分布呢 它的分布力 是这样的 X 等于K 的概率是 CNK PK 称上1-P N-K K K 负等几呢 0.1.2 一直到N 0.1.2一直到N 那么大家看一看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感觉 就是我们前面的 那个北努力概型 北努力概型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说这样一个问题 第一个 这个玩意 为什么我们把它叫二相分布 它到底跟二相有什么关系 那么既然你是分布力的话 是不是应该满足 非复性 规范性 是吧 我想这个非复性很显然 下面我们说一说 它的规范性 CNKPK 称上1-P的N-K字法 我们对这个K进行求和 K从0到M 那么这个求和应该是1 是不是 它为什么是1呢 大家看一看 它实际上就是中学的二相展开定理 就是1 P加1-P的N-K字法 如果你把它展开的话 不就是左边这个东西吗 所以这个等于几呢 正好就是1 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分布叫二相分布 就是因为我们在规范性的验证当中 我们用到了中学的二相展开定理 第二个 二相分布的背景是什么东西 大家一看 就是N充的北户物理 是不是 它的背景是 N次独立重复实验当中 某一个事件 A 发生的次数 你做N次独立重复实验 比如说你POW N次硬币 是不是 这POW N次硬币当中 正面向上的次数 它是随机的 它可以取几 可以取0 取1 取2 取2 取到N 是不是 这个次数 X是复从什么分布的 这个 是复从二相分布的 是可以取得到 所以我们会有点事件 是有点事件 是有点事件